中国武术界奇才 痴迷功夫洗五十六年精通各路少林拳法 人们常说门门通不如一门精 毕竟吃多了脚不烂 你就自信心有点膨胀啊 那么当一个人将各路少林拳法全练会之后 又会杀出什么样的火花 武术小王子田帅就是用实力证明 会的功夫多了就是可以这般嚣张 因为功夫厉害 田帅更是被邀请到当地电视台表演 听说才三十岁 他这面貌看起来长得着急 但是架不住他功夫好 一上台就打了一套拳 那瞬间震撼全场 于是就没人在意他的相貌了 最近田帅是靠粉丝吃饭 即便到了舞台上 他也是嚣张不改 只要是少林拳里面几乎所有拳 我所有拳都会打 主持人都被整蒙了 你就自信心有点膨胀啊 田帅见状爱话不说 又是打起了功夫 博士是实力打脸现场主持 人家嚣张是嚣张 但是这几期真的足 假如大家有才这一手结合 会不会也如此嚣张呢